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命途多传的情侣被罪恶的杀人犯盯上 两人都愿意为了守护这份爱情牺牲自己 女生想到唯一能保护男友的方式 就是狠下心来将对方推得远远的 善哉以客串主唱的身份 参加好友的乐队演出 特意唱起林帅最喜欢的那首《郑宇》 这是他为林帅唱的专属歌曲 演出结束,善哉还是收到了娱乐公司金代表的名片 如果善哉愿意依旧能签约出道成为大明星 但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时间流逝的再慢一些 和林帅在一起更久些 两人各自回到家 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杀人犯金某被警察逮捕后 在转移途中故意是警车发生车祸 趁机逃跑 林帅看完新闻却却不安 善哉发现正在被通缉的金某和泰成说过的 他父亲正在追捕的罪犯名字一样 心里隐约有不祥的预感 隔天善哉见林帅心事重重的出门 便悄悄尾随其后 林帅约见了老警员 希望对方能带人在5月10日那天 来这栋废弃大楼附近守着 只有这样才能抓到金某 善哉听完他们的对话 明白林帅于5月10日会在这里发生意外 这天起 善哉加强了安全防范 检查过林帅家的门窗后 他提醒林帅睡前要关好门窗 之前用过的电枪也要随身携带 突如其来的情话让林帅心花怒放 两人正聊得开心 客厅传来一声一响 善哉手持伸缩棍 四处查看 在衣橱间发现异常 善哉第一时间交代林帅出去报警 自己留下来尝试打开衣橱 当一出门被打开 藏在里面的林帅哥哥暴露在二人面前 林帅拿着电枪冲过来 将哥哥电晕过去 看到闺蜜从同一个地方出来 趴在哥哥身上鬼哭狼嚎 林帅才搞清楚状况 原来是哥哥和闺蜜暗生情愫 正在瞒着所有人偷偷交往 危机解除 善哉这才松了一口气 除了保护林帅 善哉还在思考与娱乐公司签约的事 他想跟好友商量 带着林帅来到好友的住所 好友没在这里 接手的新租客竟然是泰城 泰城告诉善哉 好友看到选秀节目流传出来的恶搞视频后 深受打击 收拾行李回了老家 林帅凭借之前当粉丝的经历 想起好友的老家住址 泰城自告奋勇驾驶新车带他们出发 三人来到海边 发现好友正一步步走向大海深处 急忙追过去 下车前 泰城误出了某个案件 等他离开后 车子开始自行向前移动 两个男生使劲把好友从水里拉回来 才发现好友走入大海 是想拿回漂走的游泳圈 而泰城的爱车已经泡在了海里 大家只能对着他默哀三秒 来到好友的老家 善哉等人受到好友父母的热情款待 饭后 好友家的山羊偷溜出去玩 为了把他抓回来 几人满山乱跑 和众人之力总算把羊带了回来 经过刺激的抓羊运动 痛失爱车的泰城和失忆的好友都打起了精神 善哉和林帅碰巧 借着这次机会 实现两人要一起看海的约定 泰城二人看不过 善哉来到海边还要撒狗粮 硬是把他拉到水里 林帅随后加入和大家在海中泼水嬉戏 玩闹过后 善哉认真的和好友倾诉 从游泳选手变成乐队主唱 他也经历过迷茫阶段 但只要有好友在身边 他便对未来充满信心 善哉的话 让好友红了眼眶 慢慢把不开心的帅抛至脑后 趁两人打闹之际 泰城也对着林帅吐露真心 曾经他是真的喜欢林帅 可惜没能及时和林帅解开误会 导致他错过了一个好女生 如今看到林帅找到好的归宿 他只能默默让步 离开海边时林帅找不到手机 想到可能在抓羊时摔跤 手机掉在了山上 于是和善哉回去寻找 但林帅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他打电话给看店的母亲 回报行踪时 金某就在店里 听到林帅此刻在好友的老家 去山上途中 两人经过一个店铺 林帅脑海中闪过一些画面 显示两天后的傍晚 他会在这个店铺门外等待某人 林帅越想越奇怪 可又不敢告诉善哉 两人来到山上 善哉让林帅站在原地等着 当他找到手机后 却不见了林帅的踪影 找了一会儿 善哉才在悬崖边 发现瘫坐在地的林帅 林帅没有解释 自己为何走到这里 一个劲拉着善哉离开 善哉察觉到林帅有些不对劲 无论如何 他都会坚定地守护好自己心爱的人 回到好友家里 大家都去了码头 准备出发去海里抓章鱼 林帅想换件衣服再出门 善哉一脚挡在他面前 今晚善哉只想和他独处 梳洗过后 林帅找不到吹风机 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来 善哉将吸好的草莓端给他吃 又亲自用毛巾为他擦拭头发 男友的贴心融化了林帅的心田 而林帅张嘴就来的土味情话 也让善哉打从心里笑了出来 林帅正准备为善哉吃草莓 路过了山羊 把他吓得往后一样 善哉为了护住他也倒了下去 近距离对世间 彼此都面红耳赤 林帅回过神来 和善哉互道晚安去睡觉 善哉一心要和林帅 同睡一屋 故意在外面制造各种异想来吓唬他 见林帅不为所动 善哉以外面闹鬼为由 静止躲进林帅住的房间 在彼此中间放了两个枕头为戒 并是在这里睡下 林帅第一次和男友同住 好奇心驱使他伸手抚摸了善哉的脸庞 善哉见他主动越界 索性把枕头扔掉 将他整个人抱在怀里 在这最甜蜜的时刻 林帅叮嘱善哉 如果自己忽然穿越回到未来 他一定不要难过 说完 林帅给了善哉一个亲吻 向他深情表白 善哉将林帅压在身下 用亲吻来回应他对林帅的爱意 浪漫的一夜过后 由于泰城的车泡在水里 被强行报废 善哉和林帅只好搭乘火车回家 林帅闭眼休息了一会儿 醒来后竟不知道自己在何处 只想从善哉身边逃离 看着女生不安又陌生的眼神 善哉心碎不已 想到也许那个和他相爱的林帅已经回到未来 实际上林帅红着眼眶独自下车 看着火车远去 为了善哉的安危 他不得不演了这出戏 昨天在悬崖边 他清楚地看到 自己被金某追到此处无路可逃 善哉向自己跑来的画面 林帅意识到金某是他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厄运 为了保护善哉 林帅只能用这种方法先送他离去 一切正如林帅所料 此刻 无危险的金某已经搭乘火车来到此地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